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停一下 停一下 这三位警官要了解一下昨天李总下班前的情况 你们都配合 要如实地反应 王经理 这样吧 我们一个一个路 哪一个是李文景的秘书 小赵 来一下 你好 你有办公室吗 能借用一搜 有 不一是 好 来 你们继续工作 停车上还有别的出口 还有别的出口 它可以直接通到大楼里 有没有人从那边进去 那我不太清楚了 好 谢谢 还得麻烦你能不能把昨天晚上车辆进出的登记资料给我一份 嗯 没问题 这是昨晚九点到十一点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出入停车场 看这儿 你看这个里头 这个画面跟其他的拼接不完整 肯定有死角 如果有人从这儿弯着腰贴着抢走 摄像头拍不到 我让中程去走一边 中程 中程 到了吗 中程 你皮就再在堂码几狮子 你会搞破工程 我看看咱都已经硬了 是 你皮都不错了 会有一股批estershire 给你皮有心力 你皮都不错了 我去皮都不错了 我看你皮肤的皮肤吧 我们去皮肤的皮肤然后下腹 你皮肤来得捏了 你皮肤黄肤的皮肤 我还在皮肤上 我例子 你皮肤到皮肤的皮肤 你看到我吗 我看不到你 好了 回来吧 如果犯局嫌疑人 对中城走的是 同样的一条路线 那么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进入李文景的车的 李文景这个人 平时在公司人员怎么样 李总 他挺风趣的 人员还不错 那他平时 有没有跟谁有过过节 或者在工作上 跟别人起过什么争执呢 应该没有 我不是很清楚 周队 那个监控死角实在太巧了 我勉强才过去的 还被划了一下 周队 你转过来 没事 小伤 快点 如果犯罪嫌疑人 走个相同路线的话 那么他也会被 同一根铁丝刮到 我明白了 你们的意思是说 这根铁丝上面 可能有犯罪嫌疑人的 衣物纤维跟皮肤纤维 去现场看 你最好说实话 我们听说的可不是这样 其实 其实公司很多女同事 都讨厌李总 为什么 因为李总 他对女同事不规矩 我会慢慢地叫 他喜欢动手动脚 特别是新来的 之前因为这个 还有人辞职了 太少轻轻了 那李文静最近 有没有对哪个人 合适动手不脚 有 这里应该就是死警了 你刚才是从这儿通过的吗 对 我刚才就从这儿过去的 天空探头是在那儿 这以上可以被他批得到 这以下 给我撕脚 这个人对这个车厂的 所有状况非常重心 他会幻想腰 遍过这几条团 往前走 这小星云 可是这里非常难讲 他的注意力会换个多个人 他通过这里 可是这点 有一个突起的感思 他会不小心地回他们公布 就像东城 你跟他公布一样 所以我怀疑这个铁丝上面 会留有犯罪嫌疑的问题 郑城 马上通知继生科 叫他们派人过来 告诉他们 提取人体的皮屑 还有一个嫌疑 行 我保证一下 好 你叫我吗 叫我吗 令瑶是吧 请坐吧 我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啊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昨天李文静叫你去他的办公室了 是 他叫你去干吗 他说 我的报表做得不对 告诉我怎么改 就只是这样吗 那我怎么听说 你昨天是哭着从他办公室里出来的 而且 我们也知道李文静这个人 在男女作风上有问题 对吗 没错 他昨天把我叫到办公室里 也叫 你猜就要不要叫人了 别紧张 我也不会对你这么一遇 做我的事 你要乖 你要听话 昨天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 你在什么地方 我和同事去吃饭 然后去唱歌 两年多才回家 不信你可以去问我同事 这个我们会产 李小姐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公司里还有哪些女同志 被她非礼过 有很多 公司里凡是年轻一点的女同事 她都不放过 那好 麻烦你把李总非礼过的女同事的名单 帮我写一下 好 我把知道的人写给你们 志昊 你在外面有什么发现吗 大部分被警察叫来问话的人 都会显得紧张 不过 第一个被秘书叫进来的女孩 有几紧张 林瑶 这个女孩现在意识挺大 不过 她有非常有力的不在场正确 看来 又在伤脑筋了 李文景 那边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初步鉴定 死者脖子后面的是电机灼伤 死者被电机灼伤之后陷入昏迷状态 然后被留在有毒气的车里直至死亡 李文景的背景资料查了 李文景 死者被电机灼伤之后陷入昏迷状态 他已经十五岁 两千年 进入顺通贸易有限公司 目前是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曾有一段婚姻 育有一子 三年前呢 离异了 这个儿子判给了前妻 前妻叫刘淑娟 是一名护士长 目前住在这个 新华区北里三十二号 为什么 好像是李文景有第三者 还有吗 这个李文景曾是五年前 一桩非礼案的被告 当时因为证据不足 民景就通过这个 调解的方式 解案了 就恨这样了 又骚扰女职员 又第三者 这想法仇人肯定不少 那倒不是 我们询问过 被李文景 非礼过的女职员 看他们的态度 应该不至于杀了李文景 还有 其实他的社会关系 没有那么复杂 目前单身 一个人处 被非礼的女职员 那边情况怎么样 被非礼过的女职员 我们都逐一排查过 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而且都有时间证人 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查了李文景的 这个银行账户 包括的公司的财务状况 都很正常 凶手选择李文景的 下班时间 避开大厦和停车场 的身影团 别出心裁 中毒气杀害是万人 这没有计划 有设定的方式 一定对得不得 而且李文景 身上真正值钱的东西 都没有被拿走 说明不失解采 从李文景好女色 这方面入手 获大范 她的前妻 五年前的非礼案件 还有公司 被她骚扰的女职工 都要查 不够她的手机 必须的 小剑 明天跟我去个地方 就问了半天 一点限度都没有 虽然那些女职员 都被李文景骚扰了 但是也不至于杀了她 放弃 他们都有不在场 这种女职 对啊 算了 算了 住着饿了 先吃点东西吧 你说还真有点 你们吃什么呢 林童 刘洋 林童 对了 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好朋友林童 林大小姐 你好 这是我同事 庄诚 你好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 我的男朋友 林少峰 你好 这就是你经常跟我说的 当警察的好朋友是吧 就是他 幸会幸会 久仰了 一会儿你们干吗去 我们就里面去去点东西 正好 少峰说前面有家餐厅不错 咱一起去吧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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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一下高雁 我就是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市局803的 想跟你了解一下 五年前那起菲利案的情况 请问 你们找谁啊 你好 我们是市局803的 您是刘淑娟女士 是 我们想找您了解点成功 今天怎么这么巧 放着你们两个来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你俩怎么在这儿啊 少峰啊 说这家的菜特别好吃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试试啊 倒是你们两个 今天怎么在一起哦 我俩 纯粹因为工作 对 工作 星期六的工作 是吧 约会吧 这话可千万别乱说 要是万一传对我们队里 不会就惨了 尤其是不能让我小倩姐听到 不然误会可就大了 行行行 快吃吧 吃东西还堵不住你嘴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是他 你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 再说一遍 当时我在电影院排队买票 人很多 我觉得有人摸我 回头一看 就是他 当时我非常生气 跟他吵了起来 旁边的人 拨了110 报了警 警察来了 他无比阵地 说是人太多 不小心碰到了我 你说这种事情吧 很难找到证据 最后他道了歉 就完了 那这样的结果你接受吗 不接受又能怎样 难不成打他一顿吗 你后来有见过他吗 没有 我等都来不及 还见他 他是我前夫 我们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 他的情况 三年前 你们为什么离婚了 当时 他在外面找了个女人 我实在受不了 就带着儿子 跟他离婚了 这就是你儿子吧 是 那今天怎么会见到 在外补习功课呢 那您儿子的赡养费 一直都是由离婚警承担的 是是是 他每年一月份 就会给足全年的 那离婚之后 你们还见过面吗 很少 他偶尔会打儿子 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两位警察今天 是出来办案的吧 还真是 小彤 什么案件 快透露透露 你知道我的原则的 工作保密 无可封告 那样子没有顾住您的 嗯 前天晚上 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 十点到十一点 你在哪儿 前天 我跟朋友去酒吧 我跟朋友去酒吧 朋友的酒吧 对 你能不能把酒吧的名字 和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 哦 可以 哦 我这儿还有酒吧的名片 您可以去问问他 你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呀 防狼器 自从啊 上次被那家伙非礼之后 我就学生带着他 万一一旦有色狼敢碰我的话 我绝不饶他 那你后来有用过吗 没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 这个色狼太恶心了 那您方便透露一下 您跟你儿子的经济来源吗 我只是个护士 经济收入有限 现在生活费用那么高 孩子读书 也需要一大笔开销 今年他还要读大学呢 那李文景的经济状况 您知道吗 离婚前 我就搞不清楚 他有多少钱 离婚以后就更不可能 知道他有多少钱 可是按照法律 你们离婚之后 李文景应该给您经济补偿吗 那时候 我就想早点离开他 他把这套房子 留给我和儿子 我也就知足了 那现在不后悔吗 有时候 心里有点不平衡 觉得当初挺傻的 毕竟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钱是最实在的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他现在每年给的也不顺少 凑合着用吧 他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 被谋摔了 老天有眼啊 你认为他真的该死吗 被非礼的人不是你 也当然不能体会我的感受 那家伙一看就是惯犯 你们警察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有多镇定 比我还像受害者 我该肯定啊 被他欺负过的女性 绝对不在少数 这种人就该去死 他现在死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找的 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没有 随便问问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还会来找人 随时 但我劝你们 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有空的话多抓几个色狼 再见 再见 那要是这么说来的话 你们的儿子就是 李文景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那可说不准 他现在没结婚 也没再要孩子 那不是迟早的事吗 到时候谁知道 他有几个继承人 再说了 他才四十岁出头 身体好着呢 什么继承什么财产的事 那是八百年以后的事了 听说您儿子想去英国读书 我孩子学习成绩很好 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 可是我知道 到英国去 费用很高的 一年要三十几万呢 绍峰 我倒没听 你帮助过你们领导 我们那个单位吧 是个科研单位 环境很单纯 领导跟同事之间的 每天都是努力地 想把项目搞好 哪有时间搞那些 回来你八糟的事情了 中厂 我怎么从来没听 你抱怨过 陈队和周队啊 我干吗呀抱怨 他们俩对我不知道多好 行了吧 别虚伪了 要不咱俩交流交流 小妖的骗子 想套我话是吧 你还嫩了点啊 你吃 前天晚上 也就是星期四晚上的 十点到十一点的期间 你在干吗 那天我正好职业班 我儿子在姥姥家住着 有证明吗 我们医院的护士 医生 还有病人 都能为我作证啊 警察同志 你们问了那么多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好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走吧 晚上记得三点回家 躺下 操下口水吧 都快流出来了 你懂什么呀 我这叫羡慕的口水 你自己去找个男朋友啊 羡慕 你自己去找个男朋友啊 你当我不想找啊 他怎么也能找个 像人家林尚峰那种的办啊 那你就横刀夺碍 把他抢了 还用我抢吗 我要想要 留言肯定的账给文婧姐 根据我们调查 李文婧买了一份 三百万的保险 唯一的受益人 是你们的儿子 这件事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靳太儿同志 我和我儿子 您去看看他吗 这个我们会帮您申请的 你有消息 我们就通知您 谢谢 琪琪啊 你嫁当什么时候来接你啊 我刚才经常来晚的 好像经常来晚 嗯 哦 那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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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陈思琪小朋友吗 你怎么知道我呀 请问你是 你好 我是803的刑警 琪琪爸爸的同事 这个我认识 这个我认识 是你爸爸对立的同事吗 这真的是我爸爸单位你的 是你爸爸单位同事的吧 嗯 哦 请问你贵心啊 哦 我姓林 哦 姓林 哦 好啊 好啊 好了 那现在我们回家 嗯 好啊 林童 林童 陈哥 琪琪已经在屋里摔着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我来收拾就行 那个孩子比较跳皮吧 你还好看 没有 其实挺好玩的 现在知道 你一个人带他 真挺不容易的 等着有机会再帮你帮你带他 谢谢 天色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来 这儿 交给我们 来 天天都是这样 不好意思 这儿 那我先回去了 他 Somet了 我的家伙传 哦 那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ytem Sytem 如果犯罪嫌疑人走的相同路线 那么他也会被同一根铁丝划到 天空探头是在那儿吗 这以上也可以给他回到道 这以下就是死角 这个人对这个车场的所有状况非常小心 会小心翼翼的 可是这边也有个凸起的铁丝 真的是 猩猩猩叶 啊啊 啊 走 艾丽 艾丽 干嘛 回来 艾丽 回来 里面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吗 走 少少少人啊 少少人啊 行李卫一人 好 我先走了 又发现了一遍事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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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同张欣 您在四周了解一下情况 是 这可是武侧 来 收入行判吧 顿其打击之死判 死亡时间呢 根据试文判断 死者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 昨天晚上的十二点左右啊 这里能确认是第一案发现场吗 这儿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死者的脖子上 有被电击枪烧灼的痕迹 这就说明 他是被电晕了之后 再装到麻袋 一抹这儿之后 打死 凶手很凶惨的 这样吧 我先回去 报告晚些时候再给你们吧 好 抓紧 你放心 又是电击枪啊 晚了的时间内 找到一些 死者的备生物品 这是一个钱包 但是现金已经被拿走了 还有身份证 下照 死者冯燕萍三十八岁 红浩公司设计主管 回了 地址都在上面 中程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我就第一次到女厕所了 感觉有点奇怪 你看这儿 这不错吧 你今天够悠闲的了啊 你小心那个老妖婆子发现 不过说真的 这个老妖婆到现在还没来 就是 平时她总是第一个来 抓咱们迟到的 天有不色风云 说不定啊 她今天出门踩了一架狗水 摔一架 现在啊 正在医院里呢 这画面不错 有点意思啊 那可太好了 我们至少可以休息几天 不用看她的脸色 人生境界真上美人 死者的公司和家 离这儿都有一段距离 可是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陈队 要不要到那边 去看一下死者的事 走 过去看看 有病 这两起案件 都涉及到电击枪 把所有的政务拿回去 让陆姐作为 很少的案件 好的 我已经联系过去 让他加班 好的 报告一出来 我马上给你送送 凶手很有可能 是开着死者的车 来到这儿 把死者控制在这儿 对死者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活动 是 死者被套上拔带 还有可能跟凶手认识 有可能是抽手 报告 没有发贷经济 及其他可疑机枪 电击枪 拔带 公侧 凶手也太变态了吧 回去 开会 这停车场的案子 还一点线索都没有 又出来个公测 这凶手可真会挑食啊 这围可有的忙了 走 到了 开关系 ifa 凶手 欲求 各位 把你们勘察到的细节都过来了 我们刚才对公测周边的整片地区 进行了排查 而且询问了发现尸体的问题 并且对公测内部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但是什么都没发现 凶手又消失了 那上一个案件没有啊 凶手没有消失 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对 凶手又消失了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正好请先 你们去查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是 我和莉莉 这个凶手是开着被害人的车辆进入了安排现场 所以调出所有的水平镜头的箱 我要知道这辆车去向哪里 到过什么地方 需要 要请领导配合 小林忠诚 和技术队沟通一下 把上个停车场案件和这个案件的法证结果做个比对 是 周杨 咱俩到冯彦平的公司去看看 你没事吧你 看你最近挺累的 我还没睡好 那你开车没事吧 谢谢 王彦平死了 怎么会 我昨天还跟他打招呼呢 他昨天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应该是 最后走了 我昨天走的时候他还在 他这个人平时工作图有真 一般 都是最后才走 他的人缘怎么样 说实话 不太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 不太好说 但是我想 应该不会到害他的程度吧 那你跟他说 我跟他 也就是邵索的下属的关系 来来来来 是老妖婆不来了吗 哎 你们要不要这么讲 老妖婆没来 好不容易轻松一会儿 不过 我这个消息 跟老妖婆有关系 什么事儿 你别跟我说 她被公司解雇了 那我立马去门外放鞭炮 哎 我刚才从老总门前过来之后 发现有两个警察 找老总谈话 说什么 好像老妖婆死吧 是 一男一女两个人 哎 真的 他们说有一个人死在公厕 不过没说身份 未必是老妖婆啊 不会吧 哎 是不是你干的 你上次不是说 要把她弄到公厕里吗 上次你还说 要把她套麻袋狠揍去蹲呢 嗯 别瞎说啊 随便说说我 我只是开玩笑的 秦亮 哎 你发什么呆啊 哦 没有 我在想啊 是不是老天有眼 听见了你们两个说的话 所以啊 没冤枉时间 哎 你别胡说 这可神明关天啊 是啊 说不定那个老妖婆大 就过来 你们两个就悲剧了 你说 如果 说说我爸 老妖婆大真的死了 你们什么感觉 好 好 你刚才说 她跟同事见的关系不太好 跟谁的关系不太好 其实 她这个人平时挺狂妄的 而且她又不是设计专业出征 所以 她的部下跟她关系都不是很好 然后再加上 平时她说话也不太客气 所以 公司的员工 特别是她部门的员工 跟她关系都不是很好 那以于你对她的了解 在最近啊 工作或者生活当中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公司里 应该没有 但是在私人生活上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 她还没结婚 还是单身 而且 据我所知 她还没有男朋友 其实 她这个人平时生活都挺担当的 基本上就是 上班和回家 你不是对她不了解吗 可能你很清楚她的思想 我跟她是公司同事嘛 那你昨天晚上在哪儿 昨天晚上 下班之后我就陪客户吃饭去了 谁能证明 我的客户都会证明 你们看啊 这个是我截取的冯燕萍车辆 所经过的 全部的摄像头的道路录像 这张呢 是驾驶者脸部的放大图片 这个人的确小心 用帽子遮着脸 用被害人的车 来转移被害人 然后带着电击枪 直接袭击被害人 那就很有可能 说明他们认识 是死者身边的人 我们询问过 佛彦平身边的同事 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你说巧不巧啊 跟上一个这个案件一样 所有跟死者有关的人 都有不在场的事件 是死者身边的人 我们询问过佛彦平身边的同事 佛彦平的背景资料 查了 生活方面 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单身 未婚 没有男女问题 经济方面 也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 就是普通人一个 我也查了 他在网上的信息很近 几乎没有资料显示 不可能是网络爱好者 那技术对那边有什么情况 对了 这起停车场凶杀案 还有公测凶杀案的 现场引击车里 没有找到任何指纹 但是找到了一些刀法 分别属于不同的人 还检测到义物纤维 都是网络的 自制原料 除此之外 再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